小吴在世纪家园杭州家里中心店交了会费10800块钱 对方提供相亲服务 去年12月23号 红娘安排了比小吴大三岁的姑娘小猪和她见面 小吴和对方约会三天 感觉不错 但钱花了将近3万块 她因此开始怀疑小猪的身份 那您是北大毕业的吗 对啊 您是北大的硕士毕业 没有 资本科 是全日制的吗 嗯 那您的父亲是上市公司的老总 对 那你爸到底是不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呢 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我就不好说了 你不接受拍摄 来把剩下 我不接受拍摄 天呐 你稍微闻明一点 我说过我不接受拍摄 希望您也不要再问我其他的很奇怪的问题了好不好 您说我们两天见一次面我都以为我在跟您相亲呢 对不对 加入会员的流程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一些相关的一些流程 具体的一些审核会员 这些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吗 就咱们对会员是怎么审核的 这块有这种严格的一个机制吗 我们会让他们提供些什么东西 在这期间 世纪家园通过官方微博回复过一次 经公司业务部门再次核实 女方的身份真实 本公司弘扬服务对用户关键身份做到百分之百核实认证 他确实是北大毕业的吗 对对确实 因为这个我们对会员这种资料都有审核的 需要对就是他会员的身份 包括如果他说有房产 那就房产证 如果有有车 那肯定要有那个行驶证啊什么 我们都有核实 这些东西是怎么核实呢 核实房产证啊 学地证 就是这些证书拿过来都是原件 小吴不相信世纪家园方面的说法 1月10号 他去女方工作单位 拿到了女方的简历 很是惊讶 据小吴说啊 他已经离婚了是不是 他现在还有两个小孩 他是不是北大毕业的呀 他的爸爸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吗 然而世纪家园的回应却是 就我们都核实过 需要校长他能为自己他说的话负责吗 他是他工作单位的校长是吧 这个我们都会调查清楚的 因为像他们沈校长说的也是那个他的一面之词吗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非常气愤 怎么说会有这种说法 会有这种的怎么颠倒黑白是非 还质疑沈校长的那个证词和相关的权威性 还要质疑他的真实性 对吧 然后你们不是要真实吗 来 那我就给你们来个证证 居直躺大的小人和长期鸡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最证实了 1月15号 渔航区教育局在关注我们的报道之后 做出回应 表示 经他们调查 小猪是华东师范大学语文专业远程教育大专学历 存在学历造假 已被校方辞退 1月17号 小吴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警方和杭州武林市场监管所 随后世纪家园提供了一些材料给监管所 那么目前可以说的是 那么在世纪家园在对会员资料的审核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那么有鉴于他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决定对世纪家园进行立案调查 同时世纪家园表示会进行自查 那么目前自查到什么进度了 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今天记者再次登门拜访世纪家园家里中心店 记者上门数次 世纪家园的反应许终如一 这是秉承了中华的传统美德淡定的精神 哎我怎么说呢 这是简直让让我愁得我掉头发 真的是能不能站出来 还我一个公道 还世纪一个清白 小吴说这两天 世纪家园杭州家里中心店的工作人员又找他协商 说是可以先退回10800块钱的会费和买项链的费用4784块钱 他没有答应 他说根据这版新销法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及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的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同时相关行政部门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所以他提出 因为世纪家园对我造成了虚假的提供虚假进行 对我进行虚假误导 导致我接下来这一系列行为 所以我要求借纸的钱23000 加上项链钱 司机协费85 必须由世纪家园来承担 世纪家园对消费者进行一定的相关于涉嫌欺诈欺骗 所以说我要求给你消费规定一一赔三 世纪家园的自查结果 记者会继续耐心等待 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邀宝黄剑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